在近两个赛季齐连送走公司老陈C罗与佩佩之后,弗洛伦蒂诺对待球员的冷酷无情,再次成为了热议焦点, 而在纳瓦斯被库尔图瓦取代主力门将外职之后,对其的批评声和责骂声更是来得愈将猛烈,不过敷衍无情的形象或许将会得到缓解和改变。 据法国媒体对报的消息称皇家马德里正接近与公勋门神纳瓦斯完成许约,该报透露皇马为这位公勋门神奉上了十一份延期一年的加薪许约合同, 即将年满32岁的纳瓦斯,目前与俱乐部的合同将在2020年下签到期,也就是说10月之后哥斯达黎家国门将在伯南木呆到35岁, 尽管这一年纪对于门将来说依旧能够保持较高的经济水平,但要想象不逢那样,继续待在顶级豪门将率基本已经很难了, 要知道卡西利亚斯离开银河战舰,师爷仅有34岁,此外鉴于目前伯纳乌已经有了世界威精手套库尔图瓦, 因此给予纳瓦斯加薪讯约对于福耶来说已经很人至意尽了, 这一举动无疑是想让这位欧贯三连贯公勋继续留在伯纳乌效力, 不过这些有可能是二场石球所制造出的连锁反应, 因为在近一个月内主力门将库尔图瓦, 竟然先后遭遇了两次单场狂丢五球的尴尬局面, 第一场被俱乐部队阵巴塞罗那时的1比5惨败, 第二场则是国际比赛日期间,面对瑞士的2比5输球, 尽管两场惨败俱乐部与国家队的两条薄弱, 后方现军时负有很大责任, 但作为球队大门的最后一道平章守门员理应背锅, 所以或许只有在库尔图瓦表现不佳时, 弗洛伦帝诺才能明白, 黄马递造欧贯王朝的, 是纳瓦斯而不是比利时人, 并且就本三季的表现来看, 31岁的哥斯达黎家门神人处于颠崩水准, 因此这样一位实力顶级并且任劳任怨的门将, 确实是配得上加薪缺约的, 而黄马三连贯公勋或将迎来加薪十约的喜讯, 自然会让金霞刚离开伯纳乌的斯伊罗再次成为讨论焦点, 在银河战舰地上欧贯王朝的道路上, 葡萄牙天王的贡献, 无疑超过纳瓦斯, 但最终却是斯伊罗被抛售而纳瓦斯即将赢的新合同, 尽管葡萄牙天王要求顶级薪资和绝对主力为之, 但凭借他对伯纳乌多年来的巨大贡献, 大家认为弗洛伦蒂洛给予纳瓦斯的待遇是否超过了斯伊罗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洛伦蒂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